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雨霄成为宋的俘虏小国 故旨在京安危省霄县西北 公元前577年被祖国锁破 子孙异国为世 成为了今天的霄氏 而霄书大兴也成为了霄氏德性始祖 春秋时期 宋明公与南宫长万一起打猎 南宫长万严肯宋明公争夺猎物 宋明公大为生起 于是辱骂南宫长万 南宫长万因此怨恨宋明公 南宫长万在梦哲杀害宋明公 用力公自由为国君 后来宋国公主投奔到宋国销义 销书大兴 在年冬 销书大兴兴师问罪 平定逆贼复兴宋国 并用力宋明公之地 欲说为宋国新君横宫 即春秋五霸之一的宋相公之父 销书大兴兴公而封销国 并封侯爵 公元前597年 春秋五霸之一储床王 在碧之战击败金国后 冬季攻打销国 宋国华娇联合菜国去救销国 这是销国囚禁的 出国的熊相医疗和公子饼 储床王让他们不要杀就退兵 可是销国人还是杀了 熊相医疗和公子饼 储床王打怒 包围了销国 销国崩溃 之后销国就被出国锁灭 销国的人民就以国为姓 为销氏 世代尊销书大兴为销性十足 销国国诈八十五年 南齐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 台国皇帝销道成 曾在宋明帝在位期间担任六军将军 宋明帝去世后 他与上书令远菜共同掌管朝政 公元474年 销道成平定江州刺史 遇阳王刘秀范的反叛 静决为公 千宗令军将军 掌握了禁卫军 都武洲军事 此时南朝宋内斗激烈 销道成逐渐掌握大权 477年 销道成杀后飞地刘豫 拥立他的弟弟刘准继位 销道成被封齐王 在这之后 销道成产出了终于送的原菜 沈幽之等人 479年 销道成迫使宋宋帝刘准善位 自立为帝 建立南齐 定东健康 502年 齐河帝被迫 善位于起兵夺位的将领 销岩 南齐负灭 南齐是南朝四个朝代中最短命的 仅有24年 南朝梁 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第三个朝代 由幽州刺史 销岩取代南齐称帝 顶都健康 国号梁 以销岩封帝在古梁郡 固定国号为梁 英皇室姓销 又称销梁 梁武帝在南朝各地中 唱得上一个历经图治的皇帝 他称帝之前 在基层政权机构 干过一千年 有一定的重振经验 对齐末的福桥统治 耳闻目睹 故继位后 所实行的政策 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 经济的复苏 发展有利 南朝梁后期国阵败坏 导致侯景之乱 战火使南朝的社会经济 遭到巨大破坏 事后南梁皇室为真地位 又纷纷招印 北西和西魏委员 使着梁朝政区攻夺了 南梁大片土地 南朝实力大为削弱 奠定了南洛北强的局势 557年 陈霸仙废帝帝自立 改国号城 南朝梁享国55年 北州攻灭了位于长江上游 英州的南梁城 西梁为中国南北朝时期 在南梁苑阳郡网 东扬州赤使萧阳成帝后 产存的政权 国都于江陵 统治地区位于 原南梁国都建昌以西 故又称西梁 西梁一朝共一里三地 共三十三年 后因随文帝阳间废除而亡 末代皇帝萧宗被封为举国公 梁国为随朝贵族萧细建立的政权 萧细 南南陵人 为西梁宣帝曾孙 随大业元年 萧细之叔伯姑母被撤离为皇后 即萧皇后 萧细随被认为罗宪宪令 大业十三年 燕州校尉董景真 雷世盟等密谋起兵防随 消息在罗宪一举兵起事 五日之内 得兵数万 只称梁公 又进军燕阳 与董景真等会合 十月 称梁王 建年号为明凤 四年四月 在苑阳 称帝 国号为两 建元名凤 治百官 君寻梁固治 时至随王之际 形势纷乱 远近归附者日多 消息迁都江里 修复先世灵院 其势力范围 东至九江 西至三峡 南至交池 北至汉水 拥有金兵四十万 雄聚南方 后期 拆集诸将 李兴贝德 武德四年 与李孝公 和李静所败 归降唐朝 押往长安除死 四年三十九 梁国随之灭亡